第四題 第四題 有個人打排球 剛剛可以通過網 我們想問 他通過網時的速度 要計算一下 最初的速度是多少 這個運動員本身高2米 通過網時的網是2.43米 速度就不知 速度飛出去 就要找回這個速度 不過我們知道 角度是30度 好,我們有第一個方法 就是運用我們拋物 運動的方式 不過我們就知道 如果這一點是0 0 我們就知道 剛剛過網的一點 就是 垂直距離 打橫是12米 垂直是2.43 要扣回那2米 所以這一點的座標 就是 0.43 是Y 好 所以 把整個數字放進去 就算到U 是12.2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大家還可以計算第二個方法 就是垂直和水平 分開計 原理 我們首先考慮 垂直運動 好 垂直運動有 U V A S T U 就是 U 浪費30度 V 不知道 A 當然是-10 S S 我們知道 它升高了0.43米 時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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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不知道 我們可以代公式 找到 這個時間 和 U 的關係 這個是垂直方向 水平方向 U V A S T 我們這個 U和V 在水平方向 是一樣的 就是 U Cos A 30度 A 會是0 這個位移是12米 用回這個時間 T 這樣 應該會計算到 U 回來的 兩個方法都可以 大家可以試一試 B 部分 計算排球在 著地前一刻的垂直和水平速度 好 好了 落地 落地 之前 我們先考慮水平方向 就正正是 U V A S T 一直都不會再快 又不會再慢 所以就是 正正是 答案 12.2cos 30度 就計算到 10.6 大家自己按一下計算 好 至於垂直方向 垂直方向的計算 就是這樣 我們考慮到 V2次 等於 U2次 加 兩個 A S 好了 他移了過去 做法一樣 他移了過去 所以 V2次 減 U2次 等於 兩個 A S 好 結果我們 代入二次方 10 最後就是 距離開球的運動員 他本身高2米 所以跟他本身高度來說 他不知如何走 但下了地 這個位置 就一定是 負2米 去考慮的 好了 代替數字 進去 就計算是 負8.79 負的原因 因為向下 C 就問 球能夠落在 球場的中 即是可以對方 沒有出界 入到場 即是 C和D 某個位置 可不可以呢 這樣 那就計算了 這一點 最重要是 計算一下 究竟距離了多遠 好了 我們後面 一路再說下去了 好 我們考慮 垂直方向 垂直方向的 U V A S T 最初的速度 就是 12.2 Sine 30度 V 不知道 A 是 負10 S S 我們知道 因為是垂直方向 垂直方向 垂直方向到最後 就是負2 因為開球的時候 跟他欠了負2 我們說 我們可以計算 然後 我們計算 雖然 垂直方向 然後t,再加2分1,負10,t二次 好了,解這條二次方程,就會計到t是1.49秒 提解有第二個做法,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計完垂直方向,我們就計水平方向,都是用u,v,a,s,t 好,u和v都是12.2cos30度 A是0,我們不知道這個位移就是要計這個位移 時間是1.49秒,代入公式v等於u加at加2分1at二次 v等於u加2分1at二次,後面那一節加速度是0,那就不理會了 結果代入公式是15.8米,就小過球場的寬度21米 因此可以落入對方球場的場中,就沒有出界了 我們可以把他按鈕獻的設定 總結構為5它,呢,我們要先知性器